OK 今天咱们讲一下 Else Writing 雅思写作大作文的五大语法 OK 五大语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咱们在国外也好 在国内也好 咱们考雅思的时候 就是其中的一个评分标准 叫grammar语法 就是雅思的这个想法是什么 就是雅思需要考你 或者看你能不能写出这种五种最大的语法 OK 然后第一种语法是什么呢 第二种语法就是复杂句 对 复杂句 会不会写复杂句 OK 一会讲这个东西 对 第二个语法是什么呢 是完成时have加 done 对 会不会使用这个东西 have加 done 或者是现在完成进行时 have been doing 当然have done和have been doing 都显示太多句 一到两句话就可以 OK 然后第三个 他需要考你的语态是什么 叫被动语态 必动词加上 done OK 必动词加上 done 这是一个你必须要去解释出来的 对吧 因为咱们在中文里面 很少有这种什么被动语态 对吧 咱们就用一个被 对吧 我打他他被我打那种感觉 对吧 第四种叫比较急 比较急 比较急一般都用as来表示 对吧 as as 对吧 as tall as as hard as 什么东西 对吧 然后或者是你可以说more or less 那种传统的比较急 对吧 more expensive less expensive higher much higher far higher much lower这种东西 OK 这个比较急 第五种是什么呢 第五种是it作为主语叫什么形式主语 它靠你这个东西 对吧 因为咱们在写作的时候 不可能一直写 I 一直写 we 对吧 于是people can 这种东西 是不是 所以必须要用形式主语把它代替 不能都形式主语 或者是people 对吧 这时候咱们要加一个doing something 这叫什么 动名词做主语 对吧 比如说traveling around the world enables me to broaden my mind 是不是 doing something 作为主语 OK 所以基本上总结一下 一共有五种语法 如果你这五种语法非常熟悉 非常了解的话 基本上咱们上这个 就是写这个打作文 这个语法分应该是比较饱满 语法分是占25% 对吧